以下亚书第五十章 耶和华这样说 我离弃了你们的母亲 修书在哪里呢? 或者我的债主中 哪一个是我把你们卖了给她的呢? 看啊 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 你们的母亲被离弃 是因你们的过犯 为什么我来的时候没有人在呢? 为什么我呼唤的时候没有人答应呢? 难道我的手太软弱不能救赎吗? 或是我没有能力拯救吗? 看啊 我已斥责使海干涸 我使江河变成旷野 江河的鱼因污水发臭 因干渴而死 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 以麻布做他们的遮盖 主耶和华赐给了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 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 主每天清晨唤醒我 他每天清晨唤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像受教者一样静听 主耶和华开启了我的耳朵 我并没有违抗 也没有后退 我把我的背给打我的人打 把我的腮夹给把我胡须的人拔 我并没有眼面躲避人的羞辱和人的唾异 但主耶和华必帮助我 所以我必不羞愧 因此我板着脸好像坚硬的碎石 我也知道我必不会蒙羞 那称我为义的 与我相近 谁与我征颂呢 让我们一同站起来吧 谁是指控我的 让他就近我来 看哪 主耶和华帮助我 谁能定我有罪呢 看哪 他们都要向衣服渐渐破旧 蛀虫必把他们吃光 你们中间 谁是敬畏耶和华 听从他仆人的声音的 谁是行在黑暗中 没有亮光的呢 他该依靠耶和华的名 依赖他的神 看哪 你们点火的 用火把围绕自己的 都行在你们火焰的光里 都走在你们所燃点的火把中吧 这是你们从我手里所要得的 你们必躺卧在痛苦之中